那我們來問一下 最近這個最熱門的族群 就是太陽能股了 不過今天看到相關的股票 就這個打到這個 很多打到跌停板 所以說操作難度好高 這個時候太陽能股 還可以繼續投資嗎 好不好 大家再按鈴一下 都給大家這個 近期可不可以繼續投資 2比1 慶榮 只有你說不行 其實就是短線不行 長線其實是可以考慮的 短線是多短 其實短線就是今年年底以前 年底還蠻久的 對 我覺得因為其實 很多股票 太陽能股不是剛上來嗎 對 股票漲多 其實就是最大的利空 其實我們幫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最近其實太陽能股 漲比較多的一些標的 其實這張圖 其實就是一些代表一些公司 他們的股價禁止 河流圖的一個部分 其實過去以來 紅色這個曲線是股價走勢 然後不同的顏色 其實代表不同的河流圖的 一個範圍的部分 那越接近這個紅色的這個地方 就是來到它歷史的相對的高點 當然我們注意到像這個是茂迪 茂迪的股價禁止別河流圖 那它以前都是在藍色這個股價 相對叫低檔的部分 但是最近這幾天 最近這一個禮拜的股價的噴出 快速的已經來到這個紅色 最高原的地方了 所以其實就短線來講 它應該會面臨到漲幅 已經滿足的一個狀態 這個不只是茂迪是如此 其實像我們看到聯合再生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其實它先前都是在這個藍色的 比較股價相對低檔的部分 但是隨著這個禮拜的股價的 有點像是平地一升雷的衝出來之後 它也觸及到這個紅色的地方了 所以其實這紅色 那另外一個其實就是達安能 也是一樣 它這家也是更明顯 其實過去以來的股價 大概都是在藍色這個地方徘徊 然後最近股價突然飆升 而且是這種超過45度以上的飆升 這已經幾乎是90度垂直上去 就直接從一樓直接爬到了頂樓 到了這個頂樓的部分 你有看過從2016年以來 他們的股價有辦法突破 這個紅色這個區間嗎 其實很難 所以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應該就短線來講 應該是會遇到了一個漲幅 已經滿足後的一個胸 就是已經提前反映完畢了 對 那它反映的是什麼 其實它反映的就是這張圖 其實我們看這張其實是 全球太陽能的一個市場的展望 然後藍色這個曲線 是整個全球的一個需求的部分 然後這個單位數是GW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2020年的時候 其實全球的這個需求 大概是112GW 到明年的時候 2021年的時候 已經攀升到149GW 它年增的幅度是高達33% 所以其實明年看起來 太陽能產業會出現一個 超過三成以上市場需求的增長 但是明年過後 可能2022年 2023年跟2024年 它的年增幅度其實就會縮到 剩12% 9%跟8.5% 所以我覺得最近的一個 股價的反應已經開始反映 明年的市場的業績的一個 起來的一個狀態了 所以我覺得就股價來講 就像好比像台積電 先前股價漲到460GW 為什麼已經漲不動了 因為它已經把明年 甚至後年的獲利可能都已經反映完了 所以太陽能也是一樣 其實我們看到最近股價在網上噴出的同時 確實它已經反映了未來 它可能尤其是明年的獲利的表現 但是因為整個整體的太陽能產業 它還是一個全球最大的一個需求的一個展望 這是麥肯行全球人員視角的預估 就未來的再生人員的比重 其實將從現在的27%拉高到51% 甚至到2050年的時候可能會來到73% 換言之未來每100度的發電量裡面就有73度 其實都是來自於再生人員 再生人員中太陽能源又是最大的比重 這個比所謂的風力甚至比水力 都還要更大的一個比重的情況之下 所以認為長線確實是它是有機會 因為整個全球再生人員的應用的比例 確實是越來越高 太陽能源又是最重要的一環的時候 它確實會讓相關的廠商有機會 業績是出現比較大的一個增揚 另外因為現在目前我們看到太陽能的一些 主要的公司啊 離10年限都乖離都非常的大 所以你看這樣貿敵離10年限乖離是-51% 寧和再生是-50% 然後達人是-15% 所以這個時候你投資 如果就長線的角度來講 你已經贏過別人10年的青春了 所以我覺得長線的角度來講 或許是有機會 ok 好 所以聽懂就是說你的意思是說 拜登所提的綠能的政見 如果去看一下它的線圖 從今年3月到現在大概漲了將近7成 代表這一檔ETF背後 它所投資的都是國際一流的風力發電的龍頭大廠 那我剛才說如果你有興趣 你也可以去查太陽能 太陽能的話 它的代號是TAN 那都是國際的太陽能大廠 漲幅更厲害了 從3月到現在漲兩倍 所以就代表其實這一波在漲太陽能風力發電 不是只有我們台灣好像 以前大家會覺得說 公司都很爛 雞蛋水腰股都炒作 好多人被太陽曬傷過 很痛好不好 對啊 烈日酌生 其實這一波從國外的大漲都帶頭在漲 所以我覺得這是基本上第一個 就是說政策跟趨勢上面 我們可以看得到的 那第二個來說的話 當然就是說回到業績有沒有真的好轉 那當然太陽能第二季的財報陸續公布了 很多都是油虧轉移 那我今天比較琢磨在這個跟大家談 探討是風力發電 那我這邊所新選五家公司 我把它稱為風電的五虎將 那其實其中有三家公司 都已經是突破百元 上尾投控 永冠跟四季剛 那其實他們在手的訂單都 能見度都蠻高的 至少大家可以看到明後年 那因為現在其實市場詭譎多變 高檔震盪 大家其實在評估一個公司的未來的時候 也會希望說有這種長線保護 短線的基本面 那另外來講的話 永威投控 那這家公司是鄭威集團旗下的 也積極跨入到風電 那其實他目前來說 也拿下台電的這個300MW的 一個封場的一個資格了 那所以這家公司 雖然現在還沒有正式的開始看到 營收獲利跳上來 不過呢 中長線其實有很多業內的大戶法人 其實都在做一個追蹤 那近期股價其實也開始出現 整理之後的轉強 我覺得這幾家公司 應該也會維持在一個輪漲的格局當中 Ok 好 所以現在在這個時間點 這是可以介入去投資的嗎 對我覺得其實太陽能跟風電呢 還是在一個良性的輪動 當然這些個股它不會天天漲 那漲多了 有時候輪流當領頭羊 但是也要提醒一點 我覺得操作上面 難度的確是高的 特別是他們 因為幾乎都是十幾塊錢 甚至十塊錢下的股票 這種低價股它洗起來都很激烈 拉就給你90度拉漲停 但是跌的時候可能像今天 很多都是下探到跌停板附近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 操作上面一定要嚴控 就是資金比重 也許不要太高的比重會比較安全 蔡老師你從形態學來看的話 太陽能股你怎麼看 當然舉圈的原因是舊線論線 還有就是今天跌停板了 漲停板我就舉X了 因為舊線論線來講 我們看到帽底 你看看那個形態很漂亮 頭肩頂就一波跌幅滿足 長期打底 那現在是那麼久的時間 出現一個破底翻 那破底翻就是我們抄底最好的時候 所以才會有這根長陽 那這一根長陽上來 在技術面的結構上面 通常不會只有一根 那如果不會只有一根的前提之下 少量玩完可以 那太陽能貌底 那我今天看到相對上 像貌系好像就沒有那麼好了 也是看個股 那看到貌系 我又昨天忍不住 又看他以前的低潤的兄弟 叫那個滑邦店 我研究他線型 大家小心一點 有一種叫做問題量 那問題量 你把下面的線畫出來 不能破線的 這剛好是一個學習的方向 以後再說 那個真的忍不住看了一下 發現了一些又有 又有可以看的東西 新東西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是風力的 對 那永貫這個也是一樣 你看波段漲幅滿足 跟焦科書是一模一樣的 那然後M投下來 波段兩波段跌幅滿足 跟焦科書又一模一樣 那現在頭肩底突破 速度都好快 所以我們在效率操作上 都是這樣做 那這個是這個月線的部分 那日線的話 因為那月線還沒到達漲幅滿足 所以通常我們來講 還沒到滿足的 你擊殺可以少量去玩玩 那你們看看剛剛的日線 你注意看那個有一個上升趨勢線 就是剛剛秀出來的那個 KY的日線 那個日線的這個上升趨勢線 就是我畫的支撐那裡 那個是變成你主要的一個 多頭的一個支撐點 你要看好那個支撐就對了 OK 好 所以這個都看起來 還是都是比較看好的 不用太擔心 蔡老師從新的上來看 也是要看好線 沒破線都不用擔心 破線就要很擔心 你師傅 你書人說 你可以 parte 你意思嗎 其實是